台北天障奥运即将在周末开幕 现在是万事俱备就怕大雨来搅局 但是偏偏这个星期台北的天气非常不稳定 这两天的开幕式彩排都是在雨中进行的 台北市政府今天说了 万一9月5号开幕当天的雨势实在太大 就不排除要延期 每个古典都集体振振水花 优人神谷带着80位天障学生在内共200面谷 顶着大雨为台北天奥开幕大典拉开序幕 分不清身上是汗水还是雨水 8分钟的精彩表演获得全场喝彩 不过一阵大雨中断了彩排 而这一停就是将近20分钟 筹备了一年多的台北天奥开幕式 周六就要登场 偏偏这个星期台北天气很不稳定 这几天的彩排都在雨中举行 气象局预测星期六当天下雨的几率很高 主办单位只好提出紧急因应对策 如果说一开始的雨势就大到 觉得这个表演没办法正常进行的话 就是说如果是很强的那种雨 那我们会跟总会考虑 跟他们讨论 是不是我们顺眼 顺之人说一旦开幕式如期举行 就会把节目演完不会中断 除了能不能如期开幕备受关注 听到开幕大典中还有一个话题人物 就是名模林佳琪的女神角色 可是看在听障朋友眼中别有一番感慨 我觉得就美女来说 她是个漂亮女生 但是很多龙人也有不少美女比她好看 可是政府长官他们在协调安排 没有办法 这一次的听到开幕大典 台北市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 并找来剧场导演赖声川担任艺术总监 声势浩大只是近六千人的表演当中 听障朋友却不到三百人 展现了很多听人的丽与美 但是既然名为听傲 听障朋友在开幕式的角色跟舞台 似乎少了一点 记者陈修林郑凯文台北报导